死神少爷与黑女仆终于迎来了第三季 沉睡了十年的沙朗与女儿重逢 而男主也向爱丽丝的母亲表达了她的心意 男主一行人在魔术学校的学习已经接近尾声 达雷斯在回魔界之前 向妮可表示自己会协作他们讨伐杀代的 不过作为回报她想要一个东西 于是她来到图书室找到了魔女变回人类的书 据说按照书中所写的去作就能变成人类 一想到自己变成人类后嫁给沃尔塔的场景 达雷斯激动的满脸通红扭成了秋蚁 她疯狂磕头让自己冷静下来 看到书里说要收集一千种物品和一千道步骤 达雷斯觉得有些困难 不过看到最后要和人类接吻她吓了一跳 不由自主地将书扔了出去 她走上前将书抱在自己怀里 渴望着变成和沃尔塔一样的人类 也就在这时沃尔塔找了过来 是这里的 达雷斯 达雷斯 尾雷斯 达雷斯 追在了 你能再到赶户了吗 我先听说了 我只能留下了 我只能留在赶紧 我本身 你打不疯了 你别跑了 再会 你会再会 回到魔界后 达蕾斯意外地发现沙朗竟醒了过来 于是他将沙朗带回了男主的别墅 交给管家说明情况后就离开了 另一边 男主等人也坐上飞马回到家里 两人一进门就看到管家怪怪的 他带着两人神秘兮兮地来到某个房间 看到里面的女人爱丽丝一惊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母亲进行过来 他缓缓靠近用手抚摸妈妈的脸颊 久违地重逢让两人开心地拥抱在一起 而一旁的两人也高兴到落泪 就这样四人坐在一起共进了晚餐 饭后沙朗表示自己不在这里常住 他打算之后回到主宅去工作 毕竟他很想见见男主的母亲 而且要是自己住在这里的话 少爷和爱丽丝就不能亲亲我我 之后三人来到小木屋 爱丽丝想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个怎样的人 沙朗摸着头表示自己看男人的眼光很差 因为爱丽丝出生后不久 他老公就找了别的女人离开了 现在大概还活在这世上的某处吧 说完沙朗便准备回去睡觉 走之前还特地提醒男主可不能背叛爱丽丝 我爱丽丝的爱丽丝 我保持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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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我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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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會聊聊 有二人的事 有二人的事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 有什麼事? 沒什麼事 我請你 感谢观看